政治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资深艺人赖佩霞 确定担任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副手 搭档参选2024 他不仅是郭董心里万中选一的人选 近期在任门台剧《人选之人》饰演总统候选人林月珍 现实生活当中也成真的参选掀起了热议 而赖佩霞在致辞的时候谈到了经济不好 酿成人民生活苦 数度哽咽 而他也遭到外界质疑说 他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国籍 赖佩霞就回应了会放弃美国国籍 已经联络律师处理 资深女艺人赖佩霞确定和郭台铭搭档参选2024 她是我唯一正式邀请正式谈过 我们这一组会赢得胜选 我有99.99的把握 郭董心里的万中选一 是两人共同的老朋友居中牵械 让赖佩霞决定披战袍走到大选第一线 而女媳妇随逃事件都不知情 震撼也一圈恨政坛 朋友看到我站在这里 眼睛瞪得比嘴巴大 心里想赖佩霞 你搞什么鬼 民调这么低 淌什么浑水 只要我认定是对的 而且我也帮得上忙的 我就会全力以赴 一谈到经济差 人民苦赖佩霞速度哽咽 没有明知说 选民看得懂 想要拼经济票得投郭董 因为经济环境不佳 我们无能为力把孩子留在身边 赖佩霞是法学博士 跟到美国哈佛大学 甘乃迪政府学院 攻读公共领导 也在阳明交大连续兼克了三年 热门影集 人选之人的党主席林月珍 真的出来选了 各界讨论爆棚 但双重国籍也被质疑 只要不小心漏了口风 那这件事情就会曝光了 既然他已经公开的宣布了 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说 嗯 我就是要去找律师 所以我现在要提出 放弃国籍的申请 已经在办理放弃美国国籍 毕竟得先登记联署 取得参赛资格 这对非典型组合 才有能力谈再也整合 再到联明州台北采访报道